08年的前兆来袭 欧洲最安全的3A级别债券 竟然面临亏损 这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呢 又是否是更大危机的前兆呢 美国经济在出现强劲反弹 S&P公布的PMI数据显示 这是26个月以来的最大扩张 这会如何影响降息预期和投资呢 英伟达总算回调了 那么这轮回调会有多深呢 机构投资者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马斯克的宏伟计划4 可能会掀起一步航行 大漠分析师鼓励现在买入特斯拉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他的逻辑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涨跌不一 纳指下跌0.18% 标普下跌0.16% 倒指上涨0.04% 板块方面 今天非必须凭领涨 涨超1% 科技板块领跌 跌了0.84% 对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 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欧洲的债券亏损问题 这是08年以来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最安全的3亿级别债券 也不安全了 那么是否会导致更大的危机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彭博就引述了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 根据美银的分析师 他们发现 Elizabeth Finance 2018 8A CNBS的投资者可能面临亏损 这个亏损是基于将这些CMBS背后的地产抛售以后的结果 CMBS就是商业地产的抵押贷款债券 而Elizabeth Finance 2018 则是2018年高盛通过证券化 两个英国的商业地产贷款发行的产品 其中较为大额的贷款 叫Maroon Loan 背后有三个英国的购物中心做担保 第二笔贷款则叫MCR Loan 由英国曼车斯特的一栋办公楼做担保 这个产品发行后就一直问题不断 2019年5月的时候 Maroon Loan的部分就出现了违约 根据贷款协议 贷款人必须要保证Loan-to-value ratio 也就是贷款价值比在75%以下 结果2019年的时候 根据对三个购物中心的最新估值计算 贷款价值比为77% 高于75%的要求 形成违约 当时贷款人就支付了110万英镑 将比值压低了了75%以下 结果2020年Maroon Loan再次违约 根据S&P的数据 贷款价值比已经为96%了 当时就被下调了评级 由于一直处于违约状态 Elizabeth Finance 2018特别服务商Mount Street 就接受了一笔3500万英镑的现金出价 来处置Maroon Loan背后的物业 Mount Street估计处置完后 扣除各项成本 债券的A类持有者本金将面临超过6%的损失 而优先级更低的B类和以下债券 他们的本金亏损高达73% 这也是欧洲商业地产的一个缩影 彭博就指出 英国很多地区的购物中心 一直就依赖大型百货商店和一些时尚品牌 他们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 网购的兴起冲击了他们的客流量 而疫情后情况更糟 因为更多人开始学会了网购 客流量恢复不到疫情前的水平 购物中心的空置率也一直得不到改善 再加上现在的高利率 所以这些购物中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Rappo Bank的债券分析师就说 这次的物业抛售 反映价格的跌幅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当然这有可能是个个例 毕竟按照CNBS的性质 每一块物业都不一样 但商业地产的整体压力依旧很大 另一边 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 根据巴克莱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 有一批3A债券的投资者 在美国遭遇滑铁炉 本金损失了26% 这批债券是以曼哈顿百老汇的移动大楼作为抵押 总发行了3.08亿的债券 这是最近几周 各种抛售之后回收资金的结果 所有刺激债券人的本金则被清零 巴克莱银行就指出 这是08年以来 最高级别的CMBS首次出现这么大的损失 显然 鉴于目前商业地产的压力和高利率的环境 这样的情况在未来还可能会频频发生 阿吉认为 这些债券违约爆雷背后的核心 就是商业地产的问题 而商业地产 我们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 一开始的确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毕竟各种办公楼商场控制率那么高 肯定会让负责贷款的银行出现一堆烂账 可是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威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里包括几方面的原因 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美联储 在硅谷银行事件之后 美联储快速采取行动 硬先稳住了市场 这就彰显了鲍尔他们救世的决心 而在有了美联储的托迪预期之后 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就大大降低 有压力的银行 该合并的合并 该卖资产的卖资产 市场得以平稳运行 即便之后还有银行爆雷 也没有能够动摇市场的信心 整个出清的程序已经很清楚了 存款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于商业地产的问题 我依然预期 它对于整体经济的风险有限 更多是局部小范围的爆雷 接着我们来看美国经济 今天S&P公布了 美国的制造业服务业PMI 而PMI显示 美国的经济再度强势反弹 这会如何影响美联储 和未来的投资呢 数据显示 6月 美国的综合PMI指数来到了54.6 高预期的53.4 和上个月的54.5差不多 创下26个月以来的新高 显示美国的经济再继续扩张 其中 制造业PMI指数为51.7 高预期的51 和上个月的51.3 为3个月以来的新高 制造业产出为51.9 低于上个月的53 为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服务业则变得更强 商业活动指数为55.1 高预上个月的54.8 为26个月以来的新高 是推动这次综合指数的主要原因 报告写到 这次的数据预示着 美国二季度将会强势收尾 从产出和需求方面来看 服务业的本土需求强劲 让6月服务方面的新工作 涨幅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海外服务需求则非常疲软 创下5个月以来的新低 这次产出的上升 除了服务业 还有制造业的支持 新订单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 虽然不如年初的快 但总体显示需求增长平稳 在就业方面 整体的就业就逆转了 四五两月的收缩状态 转为扩张 服务业的新增岗位 创下5个月来的新高 制造业的就业 则是21个月以来最快的增速 在物价方面 通胀下滑到了5月以来的新低 不过依然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企业们都表示 通胀相对顽固 S&P的首席经济学家 就评论到 目前的PMI数据和GDP 保持2.5%的增长 大体上是一致的 服务业持续扩张 制造业也在恢复 通胀也在下滑 目前根据历史对比 调查当中通胀的水平 符合美联储2%的目标 整体基调是比较乐观的 不过对于未来预期方面 制造和服务企业出现了分化 整体服务企业对未来更加乐观 乐观指数创下5个月来的新高 通胀下滑和未来可能降息 是他们乐观的主要原因 而制造企业则变得悲观 尽管PMI指数显示复苏 但他们的乐观指数 却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低点 也远低于历史平均 制造企业表达了很多顾虑 包括对于未来需求的不确定 还有对于大选和政策上的忧虑 阿吉就认为 这份报告再度反映了 Goldilocks的宏观环境 也就是经济增长强劲 通胀出现下滑 这就意味着 美国经济的扩张不会引起通胀的担忧 也不会让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什么变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 在供给端给出了很大的支撑 我认为下半年 供给端的支撑仍会延续 不过需求的下滑 仍然值得我们投资者注意 本次财报季后 消费股表现普遍不佳 这说明消费者开始感受到压力 那么经济扩张的持续性 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 下面就来看个股消息 首先我们来继续关注英伟达 英伟达总算回调了 那么这次回调会去到多深 华尔街各大机构 又是如何看到英伟达这段时间的上涨的 又采取了什么动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路透社就指出 英伟达股价过去年已经翻了三倍 这么夸张的涨幅就让很多投资者开始思考 是不是应该互得了结 还是应该继续持有呢 自从上次财报之后 英伟达又走出了惊人的表现 最高涨幅到了47% 让它一度超越了微软和苹果 成为了美股市值第一的企业 即便算上这两天的回调 从财报到现在又超过30%的涨幅 看多英伟达的人说 公司有结构性的利好 AI领域里面 它无人能敌 这个财年 营收将会翻倍 达到1200亿美元 然后明年将会达到1600亿美元 相比之下 微软的营收增长预期只有16% 但一些谨慎的投资者则指出 英伟达现在的远期适应率 已经上涨了超过80% 可能会变得比较脆弱 美国银行的数据就显示 截止到这周三 这一周内 有87亿美元的资金 流入了科技板块 反观欧洲的股权基金 则在同一时间内流出了10亿美元 而且是连续流出了5周 反应短期内 投资者对欧洲并不是很有信心 美银的策略师就表示 现在是条条大路通英伟达 特别是欧洲那边 法国政坛上出事以后 更多的资金就从欧洲转向美股 而美股里面最确定的就是英伟达 他指出 现在投资者还出现一些纠结的情绪 一方面想更多的AI风险敞口 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股票太过集中 Selectman Investments的首席投资官 在最近几周 就不断削减英伟达的头寸 他认为市场 给英伟达的盈利增长预期值得质疑 按照现在的股价 英伟达二季度必须实现超过一倍的盈利增长 不过盈利增长被告估还是其次 他更担心的是 英伟达商业模式上的风险 指出 英伟达有60%到70%的营收 都来自于自己的前十大客户 这就让公司有巨大的风险 任何一个客户 如果出于什么原因 放缓采购 或者找到了替代品 都有可能 对英伟达的业绩带来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 投资官还说 英伟达的营收是一次性的 主要靠的是卖CPU 不像微软 苹果等大科技 有经常性收入 就让它的业绩天然风险更高 美国银行 则继续保持对英伟达的乐观立场 分析师表示 诚然短期内经济的涨势 会让很多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 导致股价回调 但这些波动都会是一时的 不会影响公司中长期的业绩 和股价上涨的趋势 他就认为 硬件发展周期大约需要三到五年 也就是三到五年 才能把硬件更新掉下一代 而我们最多在第二年 未来的每一年 都可能产生 三千亿美元的市场机会 他就维持了买入评级 并给出了150的目标价 而这里面 还只是传统的数据中心业务 分析指出 因为英伟达 开始在主权国家里面获得业务 同时在软件变现上面 也处于早期 为了可以产生更多的营收来源 而就这样的前景 现在35到40倍的远期适应率 还不能算贵 阿吉认为 如果是长期投资者 操作任何一支个股 并不能单纯从这个个股出发 而是要把它放在 整个的投资组合当中 如果你认为 目前英伟达的持仓占比过高 给你的投资组合 产生了难以承受的波动 那么这个时候 选择调仓再平衡 或者互利了结减仓 并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短期内 从技术面来考虑 英伟达确实有比较大的回调风险 Fundstrat的技术分析师主管就表示 昨天英伟达 走出了一根吞噬形态的大阴线 将前提的阳线给包住了 这通常是一个短期的见顶信号 阿吉还发现 途中除了今天 有这样的吞噬形态 3月11号也出现了这样的形态 那个时候英伟达 就大约从95 回调到4月22号的大约75 回撤了10% 这个风险值得注意 不过从基本面上看 英伟达的业绩还是极具确定性 虽然我比较认同 Seligman投资官 对英伟达商业模式的风险评估 包括客户集中 缺乏经济性收入等 但这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还无法形成威胁 一方面是大科技 还在进行AI的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 是目前芯片依然供不应求 所以我依然看好英伟达未来的业绩表现 这对股价也有积极的影响 最后来看看 大摩对特斯拉的分析 为什么说 应该在宏伟计划4之前买入呢 马斯克的宏伟计划4 又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周二的时候 马斯克就在X上写道 正在制定 特斯拉宏伟计划的第四部分 Master Plan Part 4 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马斯克还说 会是史诗级的 这里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三部分 看看分别都说了啥 2006年的8月 马斯克就在特斯拉的博客当中 发布了公司的宏伟计划第一章 里面写到 第一步是打造一款跑车 第二步是用赚到的钱 打造一款实惠的车 第三步 再用这个钱 去打造一款更实惠的车 第四步 是在执行以上的同时 提供零碳的发电选项 在之后的十年里 马斯克通过跑车Roster Model S和Model 3 还有Solar City的收购 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2016年 Model 3交付期间 马斯克又发布了 宏伟计划第二章 里面包括 开创美观亮眼的太阳能屋顶 并加上丝滑整合的电池存储 拓展电动车产品线 满足所有的细分市场需求 通过大规模的车队学习 开发比人安全十倍的自动驾驶技术 让车辆在闲置的时候 为你赚钱 这个计划 马斯克只能说部分完成 最明显的就是 自动驾驶的技术 依然没有能够实现 但在拓宽电动车产品线方面 特斯拉已经有了轿车 SUV 皮卡 和重型卡车 基本上囊括了大部分 2023年 马斯克就再给出宏伟计划的第三章 这次的计划就更加宏大 还用了41页的PDF 和一次发布会来展示 里面的核心内容 就是列出一条 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化能源的道路 包括要打造 240几瓦时的储能 30几瓦的绿色发电 需要10万亿美元的投资 用不到002%的土地面积 实现10%的世界GDP 而才过一年 马斯克就迫不及待 准备发布第四章 那么第四章会包括什么呢 大摩的分析师Adam Jonas就说 第四章将会由特斯拉的AI 机器人和混合计算组成 近两年 AI的技术飞速发展 也是导致马斯克 加速更新第四章的原因 Jonas还说 我们可能要准备好 第四章会把马斯克的 上海帝国串起来 包括SpaceX Starlink X和XAI等 如果对比其他公司 Jonas就认为 特斯拉的汽车业务 就好像亚马逊一开始卖书一样 或者英伟达一开始卖游戏显卡一样 是那个阶段最核心的业务 但长期来说 公司一定会去找到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而且按照这个类比 后门的规模显然要大很多 于是Jonas就坚持给特斯拉超配评级 并提出了310美元的目标价 X上如果总结很多博主的猜测 他们也认为第四章会和AI和机器人相关 而且基本上会确立富饶时代的到来 他们指出 我们现在的GDP有两个变量组成 劳动规模和生产效率 如果未来是AI机器人的时代 那么劳动规模和生产效率都不存在上限 那么GDP的增长可能会极其夸张 届时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可能就不是全民基本收入了 而是全民高收入 阿吉认为 马斯克着急发布第四章 也张起来他对自动驾驶的信心 因为自动驾驶就是真实AI的基础 包括如何识别并应对物理世界 而这是AI机器人两大核心之一 第二大核心是以大约模型为基础的沟通和创造能力 只要这两个相结合 一个能够代替人类 做很多工作的AI机器人雏形就形成了 我是看好特斯拉的AI机器人业务的 从我们切身的投资出发 不考虑对经济或者社会的深远影响 一旦特斯拉能够在各个工厂内 大面积地使用AI机器人 那么汽车的成本 肯定只剩下原材料的成本了 这就让特斯拉可以完全忽略 现在中国电动车的竞争 而这样的机器人肯定是可以卖出去的 或者打包成为服务 给特斯拉带来巨大的营收 这样来看 特斯拉的未来还是非常让人期待 视频的最后 想请各位观众帮阿吉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下方置顶评论中的 盈透证券IB的链接 无需注册 无需开户 就是单纯点击一下 就是对阿吉最大的支持 盈透证券IB 也是我个人认为很好用的券商之一 他们现在提供极高的无风险利息收益 你投资账户中没有拿去投资的现金 最高可以获得4.83%的利息 除了无风险收益高以外 IB的另一大特点是成本低 不仅交易佣金低 而且融资成本也很低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IB的交易平台功能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交易 功能齐全 而且方便上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功能 都可以让投资者 能够在交易的时候 获得更加全面的帮助 阿吉现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本周道指上涨 涨超1% 标普500上涨0061% 而纳斯达克 经过这两天的下跌收平 小板股罗素2000 涨了0079% 板块方面 本周非必需品 能源领涨 非必需品涨了2.5% 能源涨了1.9% 公用事业和科技领跌 分别为0077%和0066% 利率方面 本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 收在了4.25%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小幅上涨 收在了4.736% 石油方面 石油涨超2.6% WTI原油收在了82.52美元一桶 美元上涨0.3% DXY收在了105.83% 比特币本周跌近4% 捷稿的售 收在64000附近 黄金小幅下跌 收在2321美元一盎司 本周重大的宏观消息有 零售数据低迷 强化了美国经济降温的证据 支撑了降息预期 今天的PMI数据也显示通胀下滑 美领主官员们讲话基本没变 对于过去的通胀数据表达乐观 同时强调耐心和谨慎 地缘政治上 以色列和Libana局势升级 各股方面 本周英伟达一度成为了美股市值第一的企业 苹果暂停第二代Vision Pro的开发 减肥要意外利好服饰行业 马斯克公布特斯拉宏伟计划4 超微电脑和戴尔 帮助XAI打造数据中心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一早上8点半 芝加哥联储Gloosby讲话 下午2点 旧金山联储Daily讲话 周二早上7点 美联储理事Bowman讲话 9点 S&P20成房价指数 10点 消费者新营指数 12点 美联储理事Cook讲话 周三早上10点 新无销售数据 周四早上8点半 初领失业金人数 GDP二次修正 耐用品数据 周五早上8点半 PC数据 10点 密西根消费者新营指数 12点 美联储理事Bowman讲话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二盘后的FedEx 周三盘后的General Mills 盘后的美光 周四盘起的Walgreens 盘后的Nike 以上就已经进去全部内容啦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赞再走 持续书不易 安全的支持 谢谢各位 周下周末愉快 周知词 周nis 周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